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 今天會講一個比較冷門的話題 就是我的濕疹康復路程 下一條影片我會講到濕疹 敏印機可以用什麼產品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 按讚和分享這條影片 我們現在馬上去片 可以先給大家看看我的最嚴重 由頭髮下腳的濕疹照片 怕有就不要看了 就是這樣 其實可以看到外液的濕疹都不是完全好曬 還有一點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條褲子 其實這位置還有一些膠 這裡 還有一些濕疹的 還有臉上有時候泥M 都會敏感的 今天的皮膚狀態都OK 當然我不是完全好 你猜更難好嗎? 真的很難好有濕疹的東西 講一下我的濕疹怎麼泥 我的濕疹呢 就是在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 發出來 一發就是發四邊教位 當下是有很多 之後都沒事的 但是之後到中一 有一天我的腳都關上了 一些小暗瘡 好像臉上的暗瘡 但是身上的腳都很多很多很多 我都想用這手擠它 擠完之後 翌日就很癢 癢得 多沒有 然後呢 然後 就開始爛了 覺得呢 爛腳先的 那又是 當然是 塗了這本唇 我想每個人都有塗 應該 因為大家都不吃 那這本唇 當然是非常之好 感覺很好 但是呢 越塗越不對勁 就開始延伸到 臉頸、頸、手等 方溫都還不是最嚴重 塗了之後 那時候呢 還是好了一段時間 但是那時候 一直都會有 發的 但是都味道很嚴重 那去到 4 4 5 那時候 為什麼大爆發呢 就是因為我自然很壞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呢 我每天都喝珍珠奶茶 不是不可以喝 但是 就不像我這樣一個星期 喝足五天 這樣的話 只是女子 你知道的 那時候呢 就不吃了 又是塗綠果醇 不停地看西衣 西衣都沒用 那時候 對於我來說 那時候都是吃抗生素 那我沒有吃過綠果醇藥的 我只是塗綠果醇藥 那就是 吃了抗生素 抗生素 那時候已經對我沒用了 腳 頭皮也有 總之 沒有一個地方是不爛的 我是出了黃水 爛了 你是基本上 是睡不著 最自我的時候 就是你的心情 非常有影響 我機緣巧合 就撞到一個中醫 但是我也不相信 中醫 我怎麼知道 他不如好到喔 好到現在這樣 我想知道這個中醫 就是IG Direct 我問吧 我免得在這裡說 那時候每天都要吃藥 那晚兩次 還有 就要塗一隻藥膏 看看這隻藥膏 這隻藥膏 其實是非常臭 臭到整屋都是 所以 如果大家要看的話 是要有心理準備的 他會弄到這張床單 全部都是黑色的 是真的洗不掉的 很超臭 臭到天 臭到 那時候我媽幫我塗 然後 臭到 鼻敏感 很臭 但又是紋慣 所以 他又不是中藥味 好像有機油味 總之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這隻藥膏 救到我一命 救到我現在這樣 他這隻藥膏 是很貴的 一眼都要成400 400頭 但是他幫助到我 那 我覺得我看什麼中醫 西醫 都完全對我無效 那遇到這個中醫 我真的要感激他 那當然 食藥、茶藥 只有這兩樣東西 都是不夠的 那你又要充足的順便 這個是廢話 其實我自己沒有 你們喜歡 睡不睡 我自己就不睡 我睡得沒什麼用 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多喝很多水 每天都喝2-3L的水 那我覺得 挺有幫助 那 雖然 你要習慣 那 每天都要去很多廁所 那你慢慢習慣就可以了 那 到現在我也是 每天都是喝2-3L的水 那 還有那時候呢 我是 吃很清淡的東西 就是 每一天就是 飯 菜 還有 加少許 肉 所以呢 有濕疹的人 一定要樂觀地面對 就算你多不樂觀 也要樂觀地面對 你知道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要想 所以 你有一天是會好 一定會好 你一定要這樣想 自己 對 那我覺得我也是 非常之 腿 腿到 哭 幸好家人 男朋友都沒有嫌棄我 對 現在的狀況 都保持得很好 那 雖然 都未說好完 但是 那個感覺都已經很好 就是 不會說每一晚都行到起床 當然我覺得濕疹 最重要就是來的心理 那 我非常之明白 心 那我從頭到腳 那你叫我怎麼出街 就是 而且我是一個 非常非常之貪美的女生 那你拿到臉 臉這樣 怎麼出街 那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就是 那時候還要暑假 那我長衣長褲地出街 那就是非常之熱 那難道要被人看什麼 那 那時候是 那個心理的陰影是非常之大 那 那是剛剛 我和我男朋友拍拖 那 他是 怕不到我有這麼嚴重的濕疹 那 幸好他沒有嫌棄我 哈哈 嗯 挺好 那 還有 大家都沒有怎麼介意我 但是 就是我自己 介意我自己 因為 真的 非常之貪美 所以 其實濕疹 非常難 就是完全康復的事情 那當然 我都會努力這樣好 希望有一天 是真的可以 斷尾 補到七七八八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